童话故事里的大野狼是会欺骗孩子的坏人 警察扮成的大野狼是要提醒小朋友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在外面不明的人给你的东西 尽量是不要去使用 因为里面有可能会掺杂一些不好的东西 毒品或是药品 会让你吃了之后你可能会有头晕啊 呕吐 毒品 伪装成糖果的样子 对 我觉得这对小孩子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趁着年节人潮多 警方把握机会宣导交通安全 春节期间民众的饮宴机会会增加 所以酒驾也有可能会提高 慈激志工是警方最佳后盾 热情响应宣导活动 帮民众凉血压 筹敬私语 劫善员 改变自己是自救 影响别人是救人 人真正的财富在行算 很好啊 我们都要实行这样子的 对 我们都必须要做回馈 念了都条条有礼啊 所以说小朋友也都 大家都很开心 我们来这边也觉得说 这个活动非常好 春节假期尾声 慈激志工和警方一起用爱 守护民众安全 大爱新闻力亚平 林郭济宗台中报导 黄民众兰美国询队 应该是非常好